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減息停縮表,口硬卻手軟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跌了212點,收報27565點,成交較前活躍 接近800億,有799億 好,今日港股跌,最主要是因為昨晚聯儲局議息之後 減息0.25厘,跌不是因為減少 很多人說市場預期減0.5厘 不是,其實在昨晚減息之前的時候 市場的預期是八成都是估計減0.25厘 所以減0.25厘是正常的,不是會造成 美股昨晚突然間曾經暴跌過,導致曾經跌過500點 接近500點,最主要是甚麼原因呢 就因為鮑威爾好像人格分裂那樣 他口硬,但是呢,手軟 市場預期減息,是啊 但他呢,其實做多了事情的喔 他呢,加快停止縮表的,管員就停止縮表的了 即是不再收縮,那即是不會再減少那個 梁寬那樣東西了 照計是有利的 其一,其二呢 導致昨晚美股大跌呢 是因為他突然間 在記者會上講話 今次的減息呢 是一次中期調整來的而已 那市場就很奇怪 甚麼叫中期調整呢 即是說你是不是減減一下 不是, sorry 加加一下息 今次減了一次之後 之後又會加回息 那這個中期調整嘛 調整完又再加回息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其實他呢,好美好美的時候 記者會最後一時 他又說回補充回去 又不是的 又不是說未必 以後就不再減息的 不過那時候太遲了 市場聽完他這樣說 今次是一次中期調整呢 即是個股市就 美股就大跌了 那怎樣跌呢 大家看看 美股走勢先 昨晚 哇,標普500指數呢 一度大跌下去哪裏呢 去試回前浪頂 即是5月1號這些高位 就去回2960區 那跌破了短期上升軌的了 現在下來呢 就前浪頂這個 看看是否支持得到 他現在這樣說呢 就搞到 美股真的有一點點心慌慌 標普500指數的情況是這樣 道指的走勢一樣 一下來 就是 試回什麼呢 又是前浪頂這些位 前浪頂這些位 4月底 5月初這些高位 就去到大概 26,700點這些水平 26,700點這些水平 跌穿了短期上升軌的了 走勢弱 他講完呢 就說 這個是一個 中期調整 市場就很害怕 但是其實 反映出什麼呢 他這次減息 是受到一些壓力所以減的 其實我在這裡跟大家講過 其實經濟不是很差 所以他這次減息不是為了經濟的 是為了什麼呢 第一 有兩大壓力 第一個壓力來自特朗普 特朗普天天天都罵他 昨晚都罵他 不過等一下再說 天天都罵他 說他現在美國太高息了 其實相比於歐洲 歐日本 這些零息 負息 當然是高息 很高息 這麼高息的情況下 美國也有很多債 總統就是希望他 減低一點的息 有利經濟 理由就是沒有通漲 你就可以減低一點的息 其實他被罵得多 去年底他加錯息 股市大跌 結果他之後 就改 就說暫停 官網 不加息 然後再罵 再罵 因為其實外圍局勢不好 其他地方都減息 或者利率都趨向下 所以他終於 逼於無奈 現在被總統罵要減息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債券市場利率倒掛 那個市場力量 逼他要減息 這兩個原因 為什麼市場力量逼他 因為倒掛就是 短期息很高 其實這個聯邦利率 Fat fund rate 就是等於一個 over night rate 隔夜利率 這些利率很高 就搞到那些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這些短期票據 那些息很高 還高過十年期 那些債息 你要減低這個 隔夜利率 那些短期票據息 才有機會向下 才可以有機會 那條 知識曲線 不倒掛 或者沒有那麼倒掛 這樣 這兩個力量逼他 搞到他 終於要減息 其實他 早前在 這個 國會聽證會 那時候 已經發了聲明 說了給大家聽 會減息的 所以減息是正常 而聯儲局 前主席 耶倫也都出來說 減0.25來正常 好 大家都預計他減0.25來 他減完0.25來 他減完0.25來 其實還做多了事情 就是把那個 停止收水 那樣東西 退前了 去到八月底結束 但是 很有趣 他人的性格 他又不甘心 比特朗普 那樣 不甘心 給市場力量 不斷牽著他鼻子走 他是記者會 就是跌落地 都要拿回炸沙 那些人 就是說 這次是一次中期調整 來的 之後會不會減息呢 就是 懸疑 令到大家 又可能會想一下 會不會不減啊 會不會不減啊 我覺得 以後 減不減息 仍然都是看著那兩個因素 第一個 特朗普會不會逼他減息 你看一下特朗普會不會 你猜特朗普會不會逼他減息 昨晚 特朗普 之後 就發了聲明 就說 As usual 好像平時一樣 鮑威爾 繼續令我失望 令大家失望 那 因為 鮑威爾說 這個是一個中期調整 特朗普 就說 好像平時一樣 他繼續令大家失望 那 已經說了 即是其實不滿意他 不滿意他 即是什麼 今年年初 其實也傳了出來 又說想炒他 又說想替他冬菇 又說 其實他兩個之間的角力 沒完沒了 特朗普 明年要競選 連任 一定會繼續逼 鮑威爾 會要求他減息 這個是我的看法 第二件事 就是市場力量 市場力量 即是債息倒掛的問題 那你的債息 會不會 今次你減完一次之後 又說 短期來看 可能不減 那接著那個債息不到的話 那應該都不會 是吧 如果不會的話 那即是怎樣 那即是說 那個市場力量 都繼續有機會 逼這個聯儲局 要減息的 所以呢 其實九月份 減息的機會 目前來看 還是超過一半的 根據昨晚 這樣一輪的事情之後 美股躺一躺 之後 聯邦利率 期貨顯示 九月份 減息的機會 仍然是超過一半的 昨天 這樣搞了之後 一年期的債 短期票據 其實最近 有些已經上回來了 由1.88厘 上回兩厘 那 最近現在1.99厘 除非這個 短期的 各債息 即是年期來看 上回去 例如去回 2.2厘或以上 為什麼2.2厘 因為10年期的債息 都是兩厘一多 兩厘一到 或者兩厘零幾 你實際上 如果 要上得回來 才是代表 有機會改變了 這個市場的看法 另一方面 現在美匯衝得很高 也不是特朗普想看到的 為什麼 因為 美匯衝得很高 美金很貴 投資美國 那個 成本又高了 特朗普不是想這樣 你看看 所以 美元兌人民幣 人民幣向上就跌 向下 人民幣 就是升 那現在 人民幣又跌了 特朗普又罵的 又罵什麼 人民幣向下 是不是代表 可以通過匯率貶值 就刺激出口 美元強 就是鮑威爾這樣做 令到美元強 全部衝上去 搞到人民幣轉弱 鮑威爾現在又幫緊 中國 特朗普一定又罵他 你這樣做 變相又幫他中國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特朗普都會繼續逼 鮑威爾 減息 好了 但是這個是後話 短期來看 由於市場的反應就是 你這樣減完一次之後 你又說這個只是中期調整的話 唉 那就是 連美元都衝上去 去高 當然是不利新興市場 因為這些錢全部 去美國 那些 carry trade 全部都平倉 或者很多都平倉 因為你的美元衝上去 那 留在新興市場的錢就會少 那香港這些市場 就會受當其衝 那些錢就會流走 就不利港股 那怎樣不利化呢 恆新指數 那今天一定是已經確認了 跌破了這個 250天線都穿了 是吧 50天線穿了 跌破了環行區 那275到了 如果今天不說275了 我們在經濟日報連出了幾天 第一級 275到了 下一級 270 為什麼270呢 就是這個 量度跌幅 就是這個密集區 1000點 那跌穿2萬8 就看2萬7了 那現在短線 轉了紅燈的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短線轉了紅燈的了 國企指數方面 也都確認了 恆指這個跌勢 因為今天呢 今天它就收在 10621就收在這個 7月9號低位 10632之下 技術上高呢 也都確認了 這個上升軌也都跌破了 這個前浪底跌破了 那現在會怎樣呢 它就下望大概10300區 10288就是前浪底 那所以呢 這個短期走勢 就是偏弱的 中期又怎樣呢 中期最緊要就是 看 不是看美股 是看內地股市 看這個 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如果在這裏橫行呢 就橫指跌到下去 即是 27000啊 26600啊 這些位 國企指數跌到去 10300啊 或者1萬邊呢 就應該有支持 因為呢 如果這裏不穿下去呢 不穿2800呢 不穿2800呢 都沒有太大問題 港股都是去回之前的低位而已 那這些6月初那些低位 那你港股就去回之前的6月初那些低位 同期那樣 是吧 但是 如果內地股市不震 跌穿2800 這個大型密集區呢 那港股就糟了 所以呢 中期走勢呢 就要留意這個 內地股市 究竟阿爺 怎樣搞經濟 會不會放水 不放水的話 那有什麼 財政政策的措施 或者具體的措施 去幫經濟 幫這個股市上得回去 如果A股上得回去 港股市有機會 又會走 這個就是中期走勢 要看A股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